11月18日 北京傳媒報導 因出現確診病例 北院二區自1號起約1.5萬居民被封控 17日降為低風險區後30棟樓解封 11月19日 當地居民告訴新唐人 很多小區至今還沒解封 據報 天通北院二區共11棟樓仍為管控區 23號進行全員核酸檢測 結果全部為陰性後解封 有北二區網友發文說 北二區降為低風險地區後 大家等待解封 12345服務熱線都打爆了也沒人理 後來大家不等了開始抗議 大批武警持槍和警棍趕到現場鎮壓 北京海淀區居民胡先生說 海淀小區也在封控中 很多外地人不讓進北京 不管你那個地方是高風險低風險 你們那個市裡面只要是有益力 你都進不了金 那麼主要是開這個冬奧會了 對 由於預定在明年2月開幕的北京冬奧會等因素 目前國內飛往北京的部分航線暫時被取消 新唐人記者李珊珊 李韻 王子珍 採訪報導 謝謝大家 好